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三表示 针对中国如何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上 双方会谈遇到的阻力 但在持续讨论之际 他不愿预测结果如何 拜登政府希望中国确实遵守2020年1月签署 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评估中国未履行之处 包括未采购美国商用飞机等 中共六中全会期间美国会议员访台 共军跳脚高调军演之际 美国国防部官方推特账号 在当地时间11月10日 发出一张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在南海演训航行的鸟看图 并问你能数出多少飞机 卡尔文森号被发现在两天时间内往返南海 在关键海峡穿梭航行 这样战术动作十番罕见 YouTube周三宣布 他将隐藏所有影片的不喜欢按钮的点击技术 并声称这样做是希望遏制对创作者的恶意骚扰 有评论认为 YouTube此举是因为拜登政府发布的影片中 被点击不喜欢的要比点击喜欢的多得多 预计YouTube此举将会引起对其进行审查 以压制不同观点的指控 瑞典总理勒赋文 10日正式辞去总理职位 外界认为他这一举动是在为接班人安德森铺路 安德森目前是瑞典的财政部长 上周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新党魁 安德森若是能在国会现任投票中 赢得其他党派的支持 就有望成为瑞典史上首位女总理 新唐雅开电视总理报道